那我們剛剛在幹嘛 這個東西我們剛剛在幹嘛 哪有在打黑 那個 我們現在進入新的單元 板塊 來 大家想一想 什麼是板塊啊 就是 很大很大的石頭 很大很大的石頭 中間有斷石斷鳥的斷層 很大很大的石頭 中間是斷層 這什麼意思 解釋清楚對不對 解釋清楚的定家 就是 當初踏入新車的時候 那些石頭 它中間有裂縫 裂縫就會不斷噴出眼睛 喜歡為什麼會有裂縫 我也不知道 石頭不是都會裂縫 會壓力不贏 差不多 然後它會有空氣灌進去 其實裂縫的形狀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只有裂縫 反正基本上 我就覺得是這樣 其實簡單來講 可以這樣 你會吃你的肚子 這樣有沒有 掉了 掉了 等一下 你覺得我這樣急沒有用的欸 為什麼 我現在就可以換 他到畢業前都沒有辦法 撞到第二杯 不會啦 我可以留下給你們 到時候你可以喝好一點的星巴克 對不對 我們只要到十點 然後這樣就可以疊一個 一百塊的星巴克 一百塊咧 整整都買不起嘛 那就自己補差價 對 所以我拿越多點 我就可以喝越高 對 越高檔 那我可以刷地 白衣 好 想一下 地球 一開始形成的時候 就是一個大火球 表面都是融融的岩漿 接下來它開始冷卷 那他拿來的水 那時候水都是水氣 都是空氣 水都變成氣體 在空氣中 那時候他很濕 那時候你還沒出現 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生物被改 也舒不舒服 那時候地球上沒有改 照理說應該不舒服 其實他講到這個事情 有一個有趣的事情 他說 地球媽媽在哭泣 你有看過這種畫面嗎 地球媽媽在哭泣 他講說我們現在因為 環境污染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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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媽媽趕倒 紫虹怕打來的 紫虹怕打來的 我不是這樣 沒有解 我修憶 你好 OK 現在有學年代表 好 上 不是優靈 我是修憶 來 他講到哪裡 你下去了 地球媽媽在哭泣 地球媽媽在哭泣 可是其實這個環境 你會怕到學年 打他你了 所以地球媽媽哭泣 你這表 你叫媽媽你不要哭 可惜喔 有因為寶寶媽媽在哭 去找Lina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 這種廣告 因為有人類啊 造成這個環境 學問你的肚子 你們都 沒有媽媽在哭泣 沒有 沒有 聽過類似的話 聽過類似的話 要不要搶救地球 請問我們搶救 我們要說 我們要改善環保 要搶救地球嗎 搶救人類啦 你知道搶救人類 搶救人類 搶救人類有感覺 就是剛剛 胡瑩剛剛趙聰講的 在那時候地球上 那麼熱的時候 空氣的東西都是水 水燈子 我們是不是感覺很不舒服啊 請問誰感覺不舒服 我們 那時候沒有我們 不好意思 那時候沒有任何生物分 也不干我們 對 沒有辦法感覺不舒服 可是地球會不會不舒服 對啊 那地球沒有不舒服的 他就是地球 他可以 他可以承受各種壓力 他可以承受各種不舒服 可以承受各種不舒服 可以承受各種不舒服 他可以承受各種 他非常方容力非常強 好了 我現在拿走了 接下來呢 開始冷卻了 他怎麼冷卻 請問一下 誰會先冷卻 比較外面 比較外面先冷卻 然後呢 裡面慢慢冷卻 從裡面慢慢冷卻 從裡面慢慢冷卻 為什麼裡面先冷卻 外面漸漸冷卻 往裡面慢慢冷卻 從外面開始冷卻 從外面開始冷卻 像地球現在在裡面還沒有冷卻 裡面還是非常非常高的溫度 沒有冷卻 從外面開始冷卻 那外面來講 這麼大一個圓球 從哪邊去冷卻 假設這邊是太冷 我把太陽拉進來 太陽扮一個角色 哪邊先冷卻 對面 對面這邊先冷卻 可是地球轉很快 今天轉一次 所以它很旋轉 那基本上是 永宙的那邊先冷卻 所以它是從北邊先冷卻 如果假設太陽過來的話 北極這邊先冷卻 因為這邊是永宙 這邊開始冷卻 對不對 等到地球撞到這邊的時候呢 好 下面先冷卻 因為這邊照不太陽 所以這是半年一次的週期 是半年一次的週期 對不對 所以應該說一年一次的週期 一年一次的週期 所以半年照不太陽 半年照不太陽 所以它從南北極開始冷卻 好 南北極開始冷卻之後 所以地殼就形成了 對不對 所以你想這個大火球 產生的火層岩 是從南北極開始形成火層岩 對不對 形成了 好 現在火層岩 火層岩為什麼不會沉下去 石頭那麼重 為什麼不會沉到地底下去 你已經沒得沉了 沒得沉 什麼意思 地底下面有個岩漿 現在地底下都是岩漿喔 我們的地殼底下 目前我們現在站的下面是石頭 對不對 對 再往下都離開 啊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火層岩裡面有空氣 然後它密度比岩漿海 還什麼 還什麼 還低 還低 所以它會補起來 對啊 它對一半 能夠說對的話 就加一點 來 看一下 欸 不能這樣 你們要分我 來 說看看 為什麼 為什麼 石頭為什麼沒有沉下去 我們大陸為什麼沒有沉下去 我們大陸為什麼沒有沉下去 大陸很 大陸耶 石頭這麼重 能不能沉到地球底下 米度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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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一點就好了 你要多講一點 多講哪一點 你看空氣跑進去 空氣有很多 就是跟 這個沒有關係 好 那個空氣也關係 不要這樣 欸 修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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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給我半小 半頭路 有鋼機 有啦 我們慢慢的 再慢慢累積 乾淨不然到現在都還沒跳過點 今天 可是它直接在那邊狂刷 點不讓我們 所以說 因為 岩漿的密度非常非常高 你知道嗎 假設我現在有一層 水銀 我基本上可以走到水銀上走路 13.6 因為水銀很 水銀的密度非常非常高 可是你不會滑倒 欸 修益 有可能會滑倒 我已經說錯了 我已經說錯了 對 你那是騎士嘛 我就 修益 好 你可以放一顆球嗎 怪不願 好 不管怎麼樣 達成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不然你達成了 達成10點 好 所以慢慢地地殼就形成了 地殼形成 好 那你再想想看喔 這是地球 整個這個火山 不是 整個是岩漿的時候呢 岩漿 我們在燒開水 我們就知道熱傳遞有三種方式 第一個反應是要什麼 傳導 熱傳導 熱傳導是靠接觸傳導過去對不對 第二個是 對流 熱對流 熱對流叫什麼 空氣 空氣或者是 戒指 有戒指是傳導 浮射 那這第三個叫熱浮射 第二個熱傳導在什麼 兩個地方之內可以形成熱對流 那個啊 部體啊 一個是液體 不是 是部體 是氣體或者是液體 另外 可以變成熱對流 熱對流 熱對流就是熱在循環 為什麼熱對流呢 因為你想想看喔 假設這邊的杯水 熱的東西 這邊的加溫的熱水 頻度比較小會往上 頻度變小 它往上移動 這是一鍋水 對 它往上移動的時候呢 東西對不對 就補進來 對 就補進來 事實上它就開始循環了 同樣道理 這整個星球都是液體的時候 可以想像嗎 這整個星球都是液體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些比較熱 有些地方比較難 是不是 會不會形成熱對流 會 會喔 這液體就開始移動了喔 這液體會移動喔 液體會移動 液體會移動 我表面冷卻的就變重了 重了就往下沈對不對 對 沈下去的時候旁邊比較熱的就會浮上來 喔 中央期 類似這樣 你說什麼 可是中央石頭密度比較大 會不會往下沈 石頭密度比較小 石頭密度比較小 那不會往下沈 它比岩漿密度小 對啊 岩漿密度比較大 所以岩漿會沈在底下 可是岩漿是液體啊 岩漿的液體嘛 它算液體嘛 所以它在裡頭動 所以它想熱對流 好了 所以整個火球開始裡面的液體 它會移動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流動 什麼開始流動 浮在上面的時候就開始移動 那就板塊 知道嗎 上面的板塊就開始移動 那你知道嗎 一開始板塊形成 不是整個都一下形成全部啊 一開始這邊形成一塊 這邊可能形成一塊 慢慢這兩個板塊 在自由移動的時候 它中間是有界線 移動過來的時候 全部都裝在一起 對不對 它移動過來之後 這邊會形成新的板塊 移動過來之後 這邊會形成新的板塊 這板塊慢慢整個覆蓋 整個壁殼表面 可是它覆蓋整個壁殼表面的時候 這板塊還在跟它擠壓 因為它沒有黏成一塊 它沒有黏成一塊 它已經形成了之後 它就硬了嘛 表面是硬了 跟另外一個表面是硬的東西 它會黏在一起 會被黏著 不會啊 它只是會卡在一起 會摩擦 會推起 所以這叫板塊運動 板塊運動有一個很大的提象 喜馬拉雅山就是印度板塊 跟亞洲板塊 歐亞板塊 歐亞板塊 撞在一起之後 起出 聖風 喜馬拉雅山 喜馬拉雅山 聖風 聖風 對 喜馬拉雅山 聖風 就是在這邊 在這邊 所以這是歐亞板塊 這是印度板塊 印度的板塊 從南部上來 撞上去的 誰去想到 這個 方向不對吧 方向不對 印度板塊在這裡啦 我剛剛比錯了 我剛剛比哪裡 比到 印度板塊在這裡 印度板塊擠上來 印度板塊擠上來 印度板塊在這邊擠上來 那 誰去發現這個 板塊的運動 韋德昂 韋德昂 他為什麼可以發現 這個事情 這邊有去 有那個 可以加點 所以他會願意發現 我記得 我記得他是看到的時候 那個什麼形狀很像 對 就是每個周的形狀很像 可以密合 就是基本上可以密合到 基本上你看 這是每周 每周就是凹進去 這樣過來對不對 你看 歐非洲 這樣就住起來 那這個地方 跟凹的地方 是不是當然可以塗在一起 有那個相似 有那個相似 他就猜說 本來是都在一起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以前的人發現 我這邊 生物 的生物化石 跟這邊的生物化石 竟然是有氧 生物化石 比較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東西 可能是兩億年前的生物 這邊有 這邊也有 那以前怎麼解釋 這邊這麼遠 裡面一定有冰河 對 人都走不過去 為什麼這個生物可以在那邊 裡面有密密通道 密密通道 密密通道 就是說 因為呢 冰河時期降雨 整個海都變成冰塊 所以這些動物呢 可以這樣子走過去 它不會在冰上滑倒 它不會在海中壓二十喔 對啊 你想 這個冰層 那麼遠 這個冰層幾千公里 它怎麼走得過去 它帶很多食物 對不對 像我們中央山脈怕重 就是其他動物就好 大家都在走 就是其他動物 我們就只要一點點 可以走得過去 十五 十五 我給你跟我走 你跟我起來 就在冰原上獵殺 其他動物就好了 那些動物是 你在這邊走 他們都跟你走 所以 原則上 生物它有辦法度過冰棋的話 它應該也走得過去啊 怎麼度過冰棋 你看過哪個書 告訴你 或哪個影片告訴你說 生物可以度過什麼冰棋 冰棋 冰棋 冰核子 冰核子當然沒有問題啊 我被冰核子降臨 我一定會躲到 我的附近嘛 我熟悉的地方 我不會到處亂跑 你除了說 假設這樣什麼 風從北邊來 你的生物本能會告訴你 我往哪邊走會好一點 是 對不對 那這個冰核子 假設你現在沒有感覺說 從來沒開始冷的話 基本上你沒有地方可以走 待在家裡 待在家裡 或待在附近 躲起來嘛 天氣冷 比如以前動物這樣啊 天氣冷的時候是冬眠嘛 會不會說天氣冷 所以我往哪邊走 熊會這樣子嗎 比較少 蛇會這樣子 天氣冷 有些鳥會嘛 因為牠可以牽行去一片 牠可以 牠狗鳥會往哪邊走 可是 一般的動物沒辦法 天氣冷都沒 所以牠基本上沒有什麼 大牽行這件事 那個 Ice Edge那部電影的動物 那是開玩笑的話 因為天氣變冷 我們往哪邊走 南邊比較溫暖 那騙人的話 不可能這樣 然後那個什麼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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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天氣變冷 牠的生物本來行 就是躲起來睡覺 因為我們的 生物周期 是一年一個周期 你的生物周期 是一年一個冬天 所以躲起來 度過那個冬天 你就會回到春天 所以最簡單的方式就是躲起來 減少能量的傷 那是生物的本質 睡覺 對睡覺 可是 所以你基本上不會 不要躲起來 我要躲起來 好 超外套 所以這個說法說 因為冰河時期 這個大陸連接在一起 所以這個動物從那邊移過去那邊 從那邊移過來這邊 所以兩邊的生物是一模一樣 這個說法當初是被接受的 可是大家都不太願意去證實說 真的有些生物可以走進去 一千多公里 沒有 所以實際上去 沒有什麼台灣黑蟲 是從大陸跑過來的 這是有可能的 因為夠短 因為台灣海峽很短 這是有可能的 這是有可能的 而且台灣海峽 說明以前當初的地形是比較隆起 所以台灣海峽根本就不是 因為冰河連在一起 就是可能跟他就陸地養 這是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 現在我不知道 好 那我也跟他說 我覺得啦 他們兩個本來就是連在一起的 只是因為地格的變化 把它分開了 他說出這個說法之後 是所有的地質學家 全世界的地質學家不能接受 你在笑耶 欸 這是大陸耶 大陸怎麼可能走一千多公里 你證明給我看嗎 大陸走一千公里 你證明給我看 怎麼證明 我現在等一千公里 在等幾千萬年嗎 就看看地格會不會再走遠一點 可是 後來我跟他就不放棄啊 他就說我要去證明 他怎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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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證明 說說看 對 對 就有什麼 拿那個啊 地圖 對 趕快過來 絲房心軌要過去拍一張照片 其實有個 也許有個簡單做法 他如果有辦法真的很精確 測量地理位置的話 他只要測量出地理位置 他就知道說 我真的有 這個DNA的距離 每年多五公分就好 我就認證明了 是吧 怎麼可能那麼準 怎麼可能那麼準 所以他其實做了很多地質測量 他有啦 他結果他很努力了 他努力了 我跟他後來時交生 他說他到美洲做地質測量 後來時交生 喔 病死吧 他就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 那時候沒有像現在 那麼多高速公路跟公路 去證明的地方都是 都是蠻蠻之地 都比北一段還辛苦 那時候去證明的一段 都比北一段還辛苦 所以很辛苦 人家就很厲害 很辛苦 所以那時候就這樣子 因為這過程上的就死掉了 人家都是高級的專科 你可以當摩 你可以當摩 我的 好 所以板塊這個東西被他 提出這個學說 然後也被證實 板塊事實上是有道理的 所以用板塊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解釋什麼 板塊一定會造成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地震 地震對直接的 你在感到地震 我們為什麼誇通地區其實那麼平凡 因為沒有斷層 裂縫 因為它是三個板塊在擠壓 三個 台灣的東外這邊有三個板塊 歐哺店板塊 第三題這些課本上都有說 所以麻煩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我們要第四題海底擴張 海底擴張學說 海底擴張嘛 因為我們講說這個地殼形成之後 假設這邊有一個地層 地殼啦 這邊有一個地殼 這地殼不是在開始移動嘛 而且地殼慢慢的 因為地層凝固嘛 它慢慢的增加 對不對 它開始移動 開始增加 開始移動 開始增加 它慢慢就遍布到全球 是不是 可是遍布全球的時候 它移動的時候呢 可能這邊早就凝固好 這邊早就凝固好 這邊移過來也不凝固好 所以當它撞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往這邊移動 要先撞在一起的時候 這兩個地殼還擠它 所以擠 對不對 太可以擠 一高一高 因為想我往這邊移動 這邊是不是要移出去 對 這邊要移出去 所以就這邊來講 它往這邊移 它往這邊移 中間已經有地方是在裂開嘛 可以想像嗎 不然它怎麼可以一直移出來 所以它這邊是在 這邊是 這叫做中央禽 它從這邊開始一直噴鹽漿出來 噴鹽漿出來 吹鹽漿要催起出去 所以這地殼才要下路一直移動 地殼才這樣子一直移動 所以它一直在噴鹽漿出來 這叫做中央禽 目前我們找到的地方是在太陽中間 就有一個海溝 它一直噴鹽漿出來 它在噴鹽漿出來 麻利 什麼東西 對 麻利亞 我們記名字 對 麻利亞 我沒有在記名字 我沒有在記名字 所以這個海禮擴張 你看喔 其實 我現在把這個 做一個角度 把水瓶放上來 大家看一下 我 好 這邊鹽漿不斷噴出來 噴出來的時候 這個地殼呢 這是地殼 地殼 就是變硬的地方 是火成鹽 對不對 所以它一直噴出來之後 它就凝固 噴出來就凝固 它就是變成火 它就是往外推進 所以 往外推進這個海就會擴張 它會擴張 它在往後延伸 這是我們的 大陸 這是我們的大陸的地殼 這是大陸的地殼 那這是我們 如果去了它 會不會被那邊掉下去 這是我們的海 這是我們的海 對不對 所以它一直往外擴張的意思 是不是這個海在增加 海的距離會增加 所以這個海很擴張 它一直擴張 它就是中間的中央 其實一直噴出 臉頰 往外推進 往外推進 可是修理 這不是歐亞板塊那邊 說它不是會掉下來嗎 就沈下去 對 因為它會推擠 大陸在這邊 靠近的時候 兩個板塊靠近的時候 會形成這樣 通常形成的狀況會變成這樣子 會形成逆斷層 對 假設我一個板塊 用一個板塊靠近的時候 會形成鎖心性 逆斷層 會形成鎖心 同學 擠壓 擠壓 是這樣擠壓呢 還是會一高一滴 一高一滴就成下去 它會變一高一滴就成下去 因為不管怎麼樣 密度高的感覺 對 這兩邊的材質絕對不會一樣 同意吧 這兩邊的陰度絕對不會一樣 這兩邊的密度絕對不會一樣 那誰會往下走 密度高的會往下走 密度高的會往下走 所以它最後的結束會變成這樣 這會翹雪的 然後這樣變台灣的 就會像下沉 就會變成這樣推擠 它這區域往下推擠 它區域往上推擠 就會融起 這邊就融起 變成山脈 這邊下面就形成一個海溝 這邊形成一個海溝 像台灣的東脈就是這樣的形成 它能夠只通行那麼晚 就是 它沒有辦法一直突起到很高 它一突起 慢慢的也會因為地震 它會震動 就會跑下來 或者是下雨就會 它會黏液什麼聖哭風 還會慢慢變小 聖哭風 沒有聖哭風 因為它推擠的速度比那個 被侵蝕的速度快 因為它已經到一層上面了 它已經過一層 它會長到一萬嗎 我不知道 你在等到一萬 你問答我了 它速度很慢 在我有生之前 可以看不到它長到一萬 台灣沒人打一公尺嗎 沒有 應該是幾公公 兩公公 這可以查一下 這可以查一下 我要查三公尺 這部分呢 麻煩趙聖哭下禮拜做個報告 到底聖哭風怎麼了 所以 從板塊的學術來看的話 板塊之間有三種運動 看看課本上寫的 然後 搓動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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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張獵型 來 我們請過來解釋一下 來 對 解釋一下 你去交給它 搓動型就擠在一起 你不要 晃 就擠到 然後會有一高 一滴這樣子 這邊黑板塊很好 這是擠壓型的 對 然後張獵型的就是 兩個都往兩邊開 這就是張獵型 搓動型 搓動型就是很平靡的 這樣 搓動型 都往兩邊開不會 一段成很平靡 假設板塊是台灣都往兩邊開 就把它疊開來 對 台灣旁邊就有 但是台灣不會從東西切開 越來越有越來越開 台灣會往旁邊走 通常會往兩邊走的是說 這邊是A板塊 是不是是B板塊 兩個板塊就是 剛好從不同方向移動 所以這東西才會張開 張開 岩漿就冒出來了 岩漿就冒出來了 就形成新的板塊 就黏上去 再繼續張開 又岩漿就出來 又黏上去 這幹就是發生在台灣 不會發生在台灣的 沒有 並不會 對 台灣現在目前的狀況 是聚合型板塊 它板塊真的擠壓 它不是張獵型 它不會有一個狀況 目前來看 因為 你知道嗎 它整個地球轉變 火熱足魚鍋水 這個對流可能是一秒鐘 對不對 你看地球這麼大尺度的對流 可能是 這樣子流動 三億年 一定是這樣不是張獵 然後這樣就是 對啊 會有這樣流 這邊一定會站流 這邊就是聚合 這邊是上列 很多的 對 它有很多的對流點 那這個對流的一個時間 他們互相會去聚合互相會抬起 謝謝 突然非常欺騎 非常欺騎 接下來可以反正欺笑 好 所以 剛剛他講挫動型的 你有聽懂嗎 挫動型的 就是 就是兩種板塊 然後 然後這樣子擠壓 這樣子長的 這樣就是 錯動 有聽懂的意思嗎 為什麼會錯動 平移 誰平平移 為什麼會錯動 因為它的板塊 它有長很多形狀 所以它的對流 可能是 這一個方向的 反正它這樣子會變成 反正你 你這個 這這麼大的板塊 它被這邊對流的力量 不是帶嗎 這個板塊可能剛好被這邊 裡面有一個對流的形狀 是往這邊帶 所以它就變成一個錯動的形狀 然後這邊形成一個錯動的一個 反揮運動 SNE SNE I SHOW YOU YES 我還想如果把這個 你的 切下 掉到中央機裡面 它可能會燒多久 這什麼東西啊 有如動作 這故意發行 大家目視它 大家看一些 好 你看看第七題 所以你要知道 火山的形狀 火山的形狀 有時候會有 ㄟ 鐵塔狀 鐵塔狀 跟錐狀 蘇士山 世紀文化 遺產 好 那是2013年等一曲 那為什麼 火山會有什麼不同的形狀 因為材質不太遠 什麼樣的材質 它也要不要形成這樣 不同的形狀 岩漿手 龍漿 冷卻速度 岩漿漿 龍漿的材質 岩漿漿 你們看過課本沒有 但是大家 憑這個 沒有 憑過去的經驗來想像 當然憑過去的經驗來想像 憑習的經驗 但是 說說看 在 63節 180而已 沒有課本 年輕比較小的 就是流的比較快 年輕比較小的 流的比較快 然後會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 追型還是平坦型的 追型 蛤 年輕比較強的話 應該就是所謂的 來 龍蜜 年輕比較小的 他是比較平坦的 他融化完之後 他就比較平坦 他年輕小他就沒有什麼阻力嘛 他容易就往外流下去 他比較平坦 可是追型的 像複製三個中心 他就年輕比較高 他流不動 所以他一出來之後 就流不動 流不動就凝固了 出來之後 他就變成 就凝固了 所以他就變成追型了 他就慢慢變成追型了 所以差別是這樣子 所以 知道原因了 好來 接下來行程之後 我們延程行程 就會產生皺摺 皺摺 因為反塊的 因為反塊的規矩 才能折中 折起來 好 那折腿的行程 用分了兩種 哪兩種 向斜跟背斜 向斜跟背斜 趙聰 你這樣在說哪裡了嗎 我看 那是形成嗎 我看你課本 課本也沒拿出來 有 所以看封面就懂 你這麼厲害 看封面就懂 也是透視眼的 小老師 所以你 哪種管 你知道嗎 你翻譯在這裡 小老師 小老師 你可以請教 我們說明一下這字的由來 沒有 是你三小的由來 好 那個 什麼小 老師 等一下 我學你剛剛怎麼寫 揍揍 折揍 我們課本來寫折揍 折揍 折揍 折揍行程是需要怎麼形成的 找旋旋 擠壓 擠壓 推擠 推擠 推擠行程的折揍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就變成這樣 有時候果散爆發的行程 因為果散爆發是一種那個 因為我們剛剛講大型的坦塊 坦塊的運動 它本來就有一個推擠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果散爆發的時候 它瞬間的爆發的時候 它就對地層也會產生一個變化 也會造成這個折揍性的 它也算是一種 推擠 也一種推擠 它形成折揍 所以折揍 只要形成 就是那種推擠壓力 或是拉的壓力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歪曲扭巴的地形 好 那威脅可以幫我地形 這個好漂亮 我會這樣子 我會好久練不起來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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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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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樣子的時候 彭譜一個像鞋還是背鞋 背鞋 當這個地形變成這樣子的時候 這個地方 這叫做像鞋 這個叫做背鞋 那我的記憶的方式很簡單就是 這鞋面在向背 就像兩人背靠的背 向背 背靠的背 這是背向的 你的腳 他的腳的時候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兩個人這樣子做 他腳跟他腳跟背 修緣這個 要換一個人上去 這樣是像 對啊 這個鞋面 我的技法是 這個鞋面 面向的鞋面 面向的鞋面 喔 面向的鞋面 這個是背向的鞋面 這個鞋面跟鞋面是背向的 這叫背鞋 我的記的方式這樣記 那為什麼 這個時候有人會說 我記得幹什麼 我記得幹什麼 沒有幹什麼 就是我們在討論地質的時候 是可以討 不要跟討論有關係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還有共同的鞋面 所以這張有兩個這樣 面向的鞋面 就比較像鞋 譬如說 假設這邊有一座山 這邊有一座山 我們可以說這叫像鞋的鞋面 那如果只有一座山 一座山就是背鞋的鞋面 這裡面的鞋面 跟這邊鞋面背鞋 沒有 基本上 你看到兩座山 他就同時會有 那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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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邊不就背鞋 背鞋 背鞋是個鞋面 對 講鞋面 鞋面是對對的來看 對 如果你只看到一個鞋面 我覺得它是像起來背鞋 臭了嗎 那如果你看到是這樣子 我們說這個鞋面是 背鞋 是背鞋 它只要有一點點下來 那就是背鞋 對 這個鞋面 這邊的鞋面跟這邊的鞋面是背鞋 這樣 知道意思嗎 那如果說 你說 只有看到一個鞋面 我不知道啊 好丟喔 對啊 它怎麼伸出來的 它怎麼出現呢 沒有 它就一直上去 它一直上去 那一個鞋面 這沒有什麼像鞋背鞋而已 這是一個線 這不是像鞋 這是 它的鞋 它的鞋面面向在邊 它的鞋面面向這邊 它的鞋面面向這邊 所以叫背鞋 是它們兩個東西背鞋 面向不同邊 叫背鞋 面向不會變 也是像鞋 通常我們講鞋面就是說 鞋面的面向則是 它的這個是髮線 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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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鞋 新鞋 你知道啦 物理在講髮線 就是說 我這個反字 我們講過摩擦力 記不記得 我東西放個東西 這個摩擦力跟誰有關 跟它的正向力有關 正向力是什麼 垂直於髮線的密 這是髮線 髮線垂直這個角度 垂直斜面的垂直線 叫髮線 記得嗎 光線有髮線 光線有髮線 對沒有錯 只要垂直這個面 叫髮線 通常髮線的角度 會決定說 我們 你會說 那這是髮線 這也是髮線 這是條線 那如果講髮線的角度 會拿水平面的小夾角來看 這是水平面 這髮線跟它的小夾角 沒有大了 所以你看 這個髮線在這邊 方向這邊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髮線 相對 這叫做面斜 向斜 向斜 這個髮線是向這邊 這髮線是向這邊 這是叫背斜 那OK嗎 好 下庫囉